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过一劫的赵旭东被矿场老板威胁 不能将此事泄露 其他死去的公有家属也被30万块钱所收买 这件事情仿佛被压了下来 但是回到家中的赵旭东日渐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一边帮未婚妻萧红照顾生意 一边暗暗地调查起这起事故 赵旭东再次回到出事的那个矿道 想找到一些线索 还真找到了 经验丰富的赵旭东一下子就发现了水泡泥中加入了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就在这时他的身后出现了安全员王三百 这正是王三百所为 王三百与赵旭东撕打起来 最终赵旭东制服了他 准备拉着他去报案 刚出矿口却碰到了大老板易哥 得知了真相的易哥直接解决掉了王三百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易哥的这一切行为都被录了下来 王三百刚死 易哥的手机就收到了自己杀人的录像 他知道自己是被要挟了 无奈他被迫以低价将自己的七座矿卖给了另一个老板 程飞 原来程飞和易哥早有结怨 他的弟弟就是因为易哥而变成的植物人 因此这次爆破事故是程飞指使所为 就是为了报复易哥 回到自己老窝的易哥还没缓过神来 就被安装在自己屋内的定时炸弹炸死了 他就这样挂掉了 很快警察知道了易哥死亡 王三百失踪 赵旭东的好兄弟徐峰 就是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 徐峰很快怀疑上了赵旭东 从警局出来的赵旭东 直接去找了自己制黑药的徒弟 廖岩 却发现他已经被杀了 这时赵旭东的身后又蹦出杀手 想将他杀人灭 争斗中赵旭东用实验室里的炸药炸跑了杀手 但是炸药的声响引来了警察徐峰 赵旭东趁乱开车逃跑了 事后警察在现场提取到了赵旭东的指纹 由此一来赵旭东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他决定带着女友萧红逃跑 但是幕后大老板成飞 雇佣的杀手却并没有放弃 他一路尾随赵旭东 还是想杀他灭口 杀手开车将赵旭东的车撞翻 萧红也因此身受重伤 无奈赵旭东拨打了120 自己随即也被捕了 但是很快他就用自制的炸药逃出了警局 他很快查到了杀手的信息 找到了杀手 杀手还想杀他 于是赵旭东用自己制作的炸药击退了他 娄子越捅越大 好像就快要遮不住了 成飞只好撸起袖子自己干了 他绑架了赵旭东的女朋友 威胁他自首 说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赵旭东没办法 只得照做 随即他被押送到了边界 但是杀手又出现了 打斗中赵旭东自制炸药又起了作用 这次他把炸药放在了手电筒里 一举拿下了他 看来成飞一直在玩弄自己 被逼上梁山的赵旭东 只好绑架了成飞的弟弟 以此来交换女友 最终在一个大厂房里 他们展开了终极之战 赵旭东用炸药炸死了 除成飞以外的所有人 成飞用手铐靠住了赵旭东 这时警察徐峰来了 一番搏斗后 当然是警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赵旭东也进监狱待了几年 最后他面带笑容地走出了监狱 虽然坐牢了 但是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用邪恶去惩罚邪恶 更不应该让无辜的人 成为自己复仇的代价 这只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 无论何时 我们的心中都应该充满正义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 永远活得坦然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